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声称遭到伊朗黑客攻击的事件 根据报道 这次攻击涉及到高级顾问的电邮账户 并且还有钓鱼邮件发送给竞选团队的高层 FBI也在调查是否有类似的攻击 针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接下来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发起了外交抗议 原因是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潜滩上空 对菲律宾巡逻机发射照明潭 菲律宾军方表示这种行为是 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的 并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意外事件 中方则回应称 菲律宾飞机非法进入中国领空 干扰了演讯活动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伊朗可能在本周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与多国领袖进行了会谈 呼吁伊朗停止对以色列的威胁 以色列军方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并且美国也在迅速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FBI正在就特朗普竞选团队遭伊朗黑客攻击仪式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星期一8月12日表示 正在调查关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团队所称 遭伊朗黑客入侵的指控 同时也在调查是否有人企图入侵副总统 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竞选团队 特朗普竞选团队上周表示 内部通信遭到黑客攻击并暗指伊朗是幕后黑手 FBI在有关特朗普事件的简短声明中表示 我们可以确认FBI正在调查此事 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提供伊朗参与的具体证据 不过微软、Microsoft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 详细说明外国特工试图干预2024年美国大选的情况 报告中提到2024年6月与伊朗政府有关联的黑客 通过被入侵的前高级顾问的电邮账户 向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官员发送钓鱼邮件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拜登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成为伊朗网络入侵事件目标 FBI正在调查此事 他们要求匿名 因为未被授权讨论调查细节 美国网络媒体政治Politico 上星768月10日报道 他从7月22日起开始收到来自匿名账户的电邮 来自锦标记为Robert的AOL电邮账户 提供了一份看似是竞选团队 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J.D. Vance准备的研究报告 这份文件的日期是2月23日 比特朗普宣布选择万斯作为竞选搭档 早了将近5个月 这些文件是通过非法取得的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芬 张 Steven Chung 说 其目的是干扰2024年大选 在我们的民主进程中制造混乱 另名知情人士透露 至少有三名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 遭到钓鱼邮件的攻击 但没有这些钓鱼邮件攻击成功的证据 这些钓鱼邮件发生在总统乔 拜登 Joe Biden 退选前 该名人士还说 FBI在6月开始调查这起网络入侵事件 情报官员相信伊朗是幕后黑手 官员们最近几个月也与科技公司联系 讨论两方竞选团队的相关人员 可能通过电邮成为黑客攻击目标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团队时刻警惕的监控和防范网络威胁 目前并未发现存在任何系统安全漏洞 哈里斯团队拒绝透露是否曾发现任何国家层面的入侵企图 微软在报告中表示 关于2024年美国大选的外国恶意干预活动 在过去的6个月里稳定加快脚步 最初是俄罗斯的行动 但最近是伊朗的活动 分析指出 至少在过去三个美国选举周期中 伊朗的网络影响力行动一直存在 伊朗的行动与俄罗斯有所区别 因为它出现在选举季的后期 所使用的攻击更侧重于选举行为 而不是影响选民 最近的活动表明 伊朗政权和克里姆林宫 可能同样参与2024年的选举 微软总结道 当被问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指控时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否认了涉案说法 伊朗长期被怀疑在中东及其他地区 开展针对其敌人的黑客活动 德黑兰也一直威胁 要报复特朗普在2020年 下令实施的无人机袭击 该次袭击导致伊朗革命卫队将领卡西姆 苏莱曼尼 Kesem Solvaymani身亡 上周 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46岁的阿西夫 麦钱特 Usafe Merchant的指控 称他今年4月前往美国 寻找愿意承担多项任务的杀手 麦钱特是一名与德黑兰有联系的巴基斯坦男子 尽管起诉书为指明麦钱特阴谋的具体目标 但几周前 美国官员表示 由于与德黑兰有关的威胁 他们已加强了对特朗普的安全保护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菲律宾就中国战机向飞巡逻机发射照明弹 提出外交抗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政府周二 8月13日 宣布已向中国正式提出外交抗议 抗议中国战机 上周在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 中国称黄岩岛 上空对菲律宾空军巡逻机进行危险靠近 并发射照明弹的行为 马尼拉军方表示 两架中国空军战机 上星期四 8月8日 在具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 Scarborough Show 中国称黄岩岛 上空对菲律宾军方 一架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 NC-212A轻型运输机 采取敌对行动 投掷了至少8枚照明弹 这是自去年 北京与马尼拉 在该海域发生多次公海敌对行为以来 首次发生此类的空中冲突 菲律宾海军星期二表示 中国空军上周的行动是 胁迫性 侵略性和欺骗性的 菲律宾海军少将的罗伊 文森特 特利尼达 Roy Vincent Trinidad 在简报会上表示 中方这些行为 在受国际法管辖的国际舞台上 没有立足之地 并增加了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罗密欧 布劳纳 Romeo Brunner 谴责中国的行动 可能会造成悲剧性后果 如果照明弹接触到我们的飞机 可能会被吹进螺旋桨 或进气口 或甚至烧毁我们的飞机 布劳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 这非常危险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斯 Fernand Marcos J2 星期日 8月11日 指责中国空军战机的行为 毫无道理 非法 而且鲁莽 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停止一切形势的挑衅和危险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会伤害到 菲律宾军事人员和平民 在该水域和空中的安全 破坏地区和平 削弱国际社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任和信心 负责监督南中国海事务的 菲律宾政府工作组星期一 8月12日 表示 该工作组表示 尽管发生了这次遭遇 菲律宾仍将加强对其领空的监控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上星期六 8月10日 表示 一架菲律宾空军飞机 非法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空域 干扰中国正常演讯活动 中国军方就此派出战机和舰艇 对该架菲律宾飞机进行识别 跟踪和驱离 并警告菲律宾 停止侵权挑衅 歪曲炒作 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方 过去在南中国海 执行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任务时 都曾报告过 中国空军飞机在该争议性海域 采取过类似的挑衅行动 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该争议地区的军事部署 表示愤怒 称其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南中国海是全球贸易 和安全的关键海上通道 每年通过这条海上通道运输的 全球货物价值3万亿美元 中国声称 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 自去年以来 中国与菲律宾 在斯卡伯勒浅滩 和第二托马斯浅滩 中国称人爱交 菲律宾称阿云金浅滩 之间的敌对行为愈演愈烈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二 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有关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部队 补给任务的临时协议 需要接受审查 但并未说明要审查的理由 上个月 菲律宾与中国就第二托马斯浅滩 达成了一项新的临时安排协议 菲律宾随后在未受到阻碍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次 向搁浅在该浅滩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BRPCRM 部队提供补给的任务 1999年 菲律宾故意将现已锈时破旧的马德雷山号 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宣示主权 自那时以来 菲律宾一直在此 驻有少量轮换驻军 这一行为 引发了在该地区驻扎的中国海警的强烈不满 此前 两国舰艇多次发生冲突 导致冲突升级的担忧加剧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战火一触即发 美称伊朗恐本周袭击以色列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周一 8月12日 表示 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 就会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攻击 科比在记者会上称 美方认可以色列的情报评估 认为伊朗最快可能本周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攻击 做好准备 在科比公布消息前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 法国 德国 及意大利领袖 针对加萨停火的前景 以及如何缓解中东紧张局势 举行会谈 拜登与四位欧洲领导人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伊朗 停止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袭击的持续威胁 并指出 会中也讨论了 以色列及伊朗 若发生武力冲突 对中东地区安全 将造成严重后果 科比表示 五国领导人发出的呼吁 除了欲强化以色列的防御之外 也 发出一个强烈讯息 即我们不希望看到暴力事件增加 也不希望看到任何来自伊朗 或其代理人的袭击事件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 以色列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严肃看待伊朗的威胁 有鉴于距离黎巴嫩边境以南 约30公里的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 海法 完全暴露在珍珠党火箭的射程内 该地区已开始为伊朗 及其盟有可能的攻击行动进行准备 中医外长通话 周日 11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与伊朗代理外交部长巴盖里 阿利贝格里康尼通话 根据中方声明 巴盖里向王毅传达 一方对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Ismail Henniger 在德黑兰遭暗杀的立场 以及伊朗对于中东当前局势的看法 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并表示 期待中方对促进中东安全 发挥更大作用 王毅则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 并强烈谴责暗杀行为 称中国支持伊朗依法捍卫主权安全 和民族尊严 中国宣称在中东冲突持中立立场 并致力于结束战争 不过 对于哈马斯去年在以色列发动的恐攻 北京并未做出明确谴责 仅呼吁 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保护平民 并主张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美国强化中东军事部署 伊朗 以色列战火一触即发 美国也正迅速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五角大厦11日宣布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以命令舰载F-35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林肯号 及其随行舰艇 加速部署至波斯湾 搭载飞弹的乔治亚号前水艇 也在前往该区域途中 12日 德国总理肖尔茨 Olaf Scholz 与伊朗新任总统佩泽西奇洋 Massoud Pazishkin 通话 强调加萨停火 和释放哈马斯扣押人质的必要性 根据德国政府的声明 肖尔茨向佩泽西奇洋说 这将对地区局势缓和 做出重要贡献 现在必须打破中东暴力螺旋 任何事情都会给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上个月底 哈马斯的重要政治领袖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遭暗杀身亡 引发中东情势震荡 哈马斯称 该起攻击是由以色列发动 以方计没有证实 也没有否认 不过以色列政府此前曾誓言 将除掉哈尼亚 及其他哈马斯高届成员 报复该组织 在去年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的跨境恐怖攻击 伊朗外交部曾扬言 哈尼亚的血将导致以色列灭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Malmoud Abbas 亦谴责对哈尼亚的刺杀是诺夫行为 并称此为 危险的事态发展 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军事团体 哈马斯 全称伊斯兰抵抗运动 被德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欧盟 约旦 埃及等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 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 则没有将之视为恐怖组织 而是承认其抵抗组织身份 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 新华社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新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ike i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deck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great dragon roar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it's remaining long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China's power never straight China's power never stra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